大家好,这里是小二维兄 现在我们来欣赏一首 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的诗 《流水诗》 唐伯虎不仅擅长画山水画 而且还留下了这首有名的流水诗 他用此诗勾割了流水的那种拱拱向前 百折不挠的精神 我们听一下 浅浅水长幽幽 来无尽聚无休 许曲折折向东流 山山淋淋南祖流 问一奔腾何时些 不到大海不回头 后来张门静是唐伯虎的一个朋友 他将这首《流水诗》做了一个改动 他为什么要做改动呢 是为了唐伯虎鸣不平 因为唐伯虎呢曾经在一桩这个科考舞弊案当中呢 受到牵连 我们看一下张门静是如何改的这首诗 好 大家往下听 潜潜在山清 在山清出山拙 曲曲折折 难回头 唐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